主料,面粉3杯,玉米面1杯,猪肉300克,辅量,胡萝卜80克,花生油2勺,酱油3勺,料酒1勺,盐,酵母粉2勺,葱花,温水,白糖1勺,蚝油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碗内放适量温水,加入白糖,酵母粉,搅拌至糖融化,玉米面和白面混合,将水慢慢倒入盆中, 搅成雪花片,揉成光滑的面团,放温暖出发酵2个小时左右,肉多成馅,加蚝油,料酒,酱油,葱花,油盐等搅拌上进,边搅拌边加一勺凉水,胡萝卜馅末,加入到肉馅中,搅拌均匀,将发酵好的面团再次揉至光滑,分成小剂,将小剂擀成皮,包入馅料,逐个包成包子,锅内铺式笼布, 将包子放入,二次行发30分钟以上,大火烧开,蒸15分钟左右即可,烹饪技巧,一,玉米面放了三分之一,放多了口感太粗糙,二,肉馅在搅拌的时候,放入适量凉水,肉馅会很鲜呢,三,面团发酵至两倍大小,用手指捉一下,面团不会缩即可,四,蒸好后, 不要立即开锁,吃蒸三分钟以后再拿出包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